Jucusi 嗨 出槍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現場時間 今天這集的話來講一下這次的Battle Pass 那就跟以往不一樣啦 我覺得做一些比較好像也沒什麼用 它那個就是過去式 之前的東西重視比較好好像也是過去式 所以我就想說之後的影片我就拿遊戲這邊來做介紹就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一般獎勵 一般獎勵基本上就是一些沒什麼動 然後MVP之類的 那MVP這個開要重複的是正常的 因為卡片真的太少了 那一般獎勵的話就是大概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可以帶過 那大家比較好奇的應該就是這個9000鑽到底要不要開 我覺得 你能開的話還是可以開 就是你可能鑽石比較多但你真的是缺資源的情況在開 像一些後期的要練那個超級中華隊很燒鑽石的 還有那個要界線的要突破的 我覺得這次9000鑽可以考慮不要 為什麼越來越貴了 9000鑽是 太貴了 真的太貴了 那獎勵部分我們就來看一下 S藥水10罐這個沒什麼問題 LV20怎麼就一個 然後SS藥水也就10罐 這個國家隊就隨便 到時候大爆炸了 20億也還好 職人多一個這個還不錯 傳奇這次只有一包 然後30億也就這樣 然後二選一的簽名卡 這個也跟之前差不多 最後是6加3 6個 6加3真的大有這麼缺嗎 應該 會 會練籤卡的 應該也不太缺這個 都刻爆了 那如果沒有練籤卡的 應該也是多到爆了 所以說 就整體來看的話我認為 這次可能就不要開了 但 但是 但是 真的是但是 如果你真的缺資源的話 我覺得 這個也算是一個補強 因為鑽石 畢竟 你看廣告啊 或者是像一些活動之類的 像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我還沒刷完 我等一下就把它刷完 像這種的其實 鑽石上面的話 官方這邊都送的還蠻多的 所以變成說 你真的有缺資源的話 我認為9000鑽 還是可以開啦 不然 比較偏那種前期真的需要資源去練卡片的玩家 他那時候其實不太需要用到鑽石 那如果你會很好奇 為什麼你鑽石不夠的話 而且就是前期玩家的話 我覺得 可能有些地方 不要用到鑽石 不用去用到 像 保護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我自己認為 鑽石不是完全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會覺得你的保護 燒的鑽石燒的很兇 除非你練那種 就是後期玩家在練那種超級中華隊 如果你會覺得你的保護燒鑽石燒的很兇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偏向是 你卡片選的太貴了 除非你的資金真的很多 不然應該是會有多鑽石出來 不然如果說你可能資金不夠 然後你要選這種的 這個保護一次 我好像也沒什麼卡片可以按 不用按這種 按這個就夠了 這個 保護一次3000鑽 這樣怎麼夠用 一定不夠用 這個的話我們沒什麼在保護的 我們就直接衝了 不管他的爆就算 3-2直接衝 這張加1就是3-2衝 衝到爆掉的 恩 我又不管他 沒有在保護的 我覺得保護蠻 除了超級中華隊以外 不然這種可以跟保證搬成 基本上我覺得 我自己都沒什麼在保護的 阿 既然是 已經都沒什麼在保護了 齁 鑽石還是只有800多 就是超級中華隊太 太燒鑽石了 燒一次就是3000 所以 有些人有在問超級中華隊的問題 我覺得 真的也是支援夠在練阿 不然就是加4加5 你當然你夠用我ok啦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只是用到 加6而已啦 對阿我自己是夠用了 這個數字 基本上自己我調整過 阿我加6只是要 S技能而已 所以就這樣子 你就自己再去參考吧 我是覺得說 簡單來看阿 就是 你有真的有缺 真的不缺 應該說真的不缺 真的不缺鑽石 再開這次吃的就好 這次的耗量真的有點太大 好那今天這部 就讓他們結束了 洛西歡迎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了 掰掰